这里就是天安门广场 稍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将和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那今年已经是第十一个烈时纪念日了 每年的9月30号 天安门广场都会格外的庄严肃目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微然耸立 而在纪念碑的北侧 可以看到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 那在广场的中央祝福祖国的巨型蔬果花篮 也在表达着对祖国繁荣富强的美好祝愿 而在今天活动的核心区 可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和军乐团的战士们 已经整装肃力 来参加今天活动的各界代表 正在安静等候仪式的开始 在人员方阵的前方 以各党政机构和人民团体的名义 分别竞现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 花篮的红色缎带上写着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那总体来看 这样的安排和往年大致是相同的 但是也有一些不同之处 我在现场了解到 今年参加活动的总人数 达到了2450人左右 那这个数字也是比往年要更多的 另外 今年现场红毯的铺设的范围 也要更广更大 此外呢 昨天我们隆重举行了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获得者的颁授仪式 我当时在现场也在进行了直播报道 那我在现场看到的这些功勋模范人物的部分代表 今天也来到了活动的现场 这其实也是英雄精神的一种传承 而此外呢 在近些年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先进典型 还有基层群众代表 这些人员的占比也在逐年的增多 这也充分的说明 我们已经形成了非常良好的社会风尚 那就是崇尚英雄 缅怀先烈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活动的主要流程 首先 小号手将会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 之后 全体人员将会向烈士默哀 在默哀之后 少年儿童将会高唱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之后 共和国的礼兵会将九个大型花篮 缓缓地摆放在纪念碑的基座上 最后 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将和各界代表一起 依次瞻仰纪念碑 那最后我想说的是 我们马上要迎来新中国成立75周年 而在近期一系列重要的表彰活动 也在集中的举行 这不禁让人感受到 在伟大的时代 在呼唤英雄 造就英雄 而展望未来 在新时代新征程 英雄的名字 也将会更加的闪亮 不过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